这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啊 这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这是要上吊吗 这墙为什么都是破的呀 你看 看下这个 这个房间好诡异 这边有个仪器 这是啥仪器 核磁工厂 哎呦 我们操 核磁工厂 干嘛干嘛干嘛 核磁工厂 你看核磁工厂的仪器 很魅的 刚刚把我吓的 嘿嘿 这边的房间是干嘛 都是烧过的 这是烧过的 好多烧过的痕迹啊 打开看一下这里边 黑的 烧过的 这个房子整体来说 都是看出去都是被烧焦的那种感觉 这个应该是类似一个 做手术的一个地方 刚刚那个仪器弄的大个 我觉得应该是做检测的 检测 没看到那个核磁工厂好像是 首先我们医院里边有没有做核酸的地方 我们去这个路看一下 这个医院真的好大呀 也没你胆子大 别有洞天啊 这边还有一个房子 哎呦 大家看这里边 走廊的尽头 我感觉这里边冷起来了开始 这应该也是住院部 看这个小厕所啥的 病房 这是一间病房 这是杂物间 看到没有 这里边全是这样的柜子 可以看到一个窗户非常的残破 它所有玻璃都被打碎了 哎呦 这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啊 这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这是要上吊吗 放在横梁上 然后绑着一个吊绳 我的天哪 太恐怖了 这是什么 护士办公室 这外面好多那种小虫子的叫声 我的天哪 哎 干嘛 没事没事 刚那个树叶动了一下 哇 这个脂肪夜冒了 真的有点不太干净了 我跟你说话 走吧 我们会刚刚那个地方看一下 哎 这写的什么 癌症患者如何运动 对于癌症患者支持 哇 这个 这个医院里边还可能住过癌症患者 这个门门是什么是丧死的 难道里边 有什么 哎 有什么 走 那在后边里面 那跟着咱们呀 真有人啊 我不知道 刚刚听到有声音 这大铁门是干啥的 护士值班室 哎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护士值班室 会用 这种铁门缆这样 你问我哪次 难道是怕那种病人过来去骚扰吗 这也是放疗病区二楼 肿瘤 中医肿瘤康复区 禁止吸烟 这个房子好恐怖啊 你要帮我下来 好黑啊 你看这个房子 为什么 你看上面真的好瘆人啊 涂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屋子 走吧 要不我都很怕 问题不大 看走廊尽头 像不像有一些东西在里面 滚 哎 这是啥呀 我去看 感觉像个稻草人一样 这房门都被堵住了 你看这个房子 哎 这里面好黑啊 真的跟刚刚那个格局一模一样 就是没嘛 可以看到103号房 这是啥房间啊 我的天哪 看这个房子里边 好臭啊 有叶壶 转了走啊 好臭啊 一股尿骚味 这个房间 来看一下 自强不息厚德在务 这不是 这不是清华的 清华的孝顺吗 哎呦 你看这个台子上放的是啥 这怎么柴米油盐都有啊 这台子上面 难道这个房间是做饭用的吗 这可以出去吗 这到哪儿了呀 你找得着吗 找找找 哎走了走了出去了 哎呀兄弟们 今天的探险啊 我们到此结束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医院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你看我满头出了满头大汗 兄弟们记得你们想要里边的邮票的话 记得私信我们啊 跟我们说 给你记 走吧 今天探险结束 带欧盟仔回家 啊